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我给大家带来的分享的题目是要 走出地球孤岛 我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我叫刘勇 我学的专业叫空间物理 我们这个专业经常会有说 你们和搞天文的 都是搞这个太空里头的东西 到底有什么区别 怎么划分 到底谁管哪一块 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这么来理解 天文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科学 可以说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 自从地球上有了人 开始抬头看向星空 天文学就开始了 空间物理呢 是一门比较现代的科学 它是借助现代的技术手段 来研究太空的事情 所以它的历史很短 尤其是当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以来 我们就可以借助飞船 去近距离地观测那些 我们以前只能在望远镜看到那些天上的星星 所以我们跟天文学的分界是 他们是能够看到 我们是不管是能看到 我们是真正要去飞 或者说人类的飞行器到哪里 空间物理的范畴就到哪里 我个人呢 在研究中 我非常关心 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也是经常被人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茫茫的宇宙中 还有没有其他的星球上 也和地球一样 有生命存在 而这个问题呢 如果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想 就是说是不是也有 另外有一个地方 在宇宙中 另外一个地方 它也有死和生命生存的条件 就跟地球一样 我们能够去找到和发现它吗 如果地球上遇到一个不可抵短的灾难 我们能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逃离地球这种孤岛 移民到一个其他的星球呢 不管是我们要去这外星球中 寻找生命 或者是我们要移民到其他星球 都需要利用航天来实现 我们这里呢 就从航天的历史的角度 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在明朝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人 他叫万户 或者叫万户 他就曾经想过 我就用一把竹椅子 后面板上几个火箭 然后利用火箭的推力 把我损上天 然后呢 我再举个风筝 就可以平安地落地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啊 他被他很不幸 他没有成功的落地 他当时火箭就直接抱着脚来炸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第一 我们人类很早就有飞向星空的梦想 第二 没有科学原理 我们的梦想是无法变成现实的 第一个把这个事情用了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的是流动 流动 通过研究万有引力 就发现 如果我扔一个东西 我扔的速度越快 它就会落得越远 但是因为地球是个圆的 所以我只要扔的足够快的话 这个东西会一直在天上飞 就绕着地球 成为一颗人造的地球卫星 这个速度是多少呢 这个速度我们也叫第一宇宙速度 7.9公里每秒 每秒钟走7.9公里 这个速度非常快 它是高铁的速度的差不多是100倍 用这个速度绕地球一圈 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这么大的速度 流动当然实现不了 流动同时来的人也实现不了 这个流动之后还出了一名 非常著名的科幻众像 叫凡尔纳 他说咱们就用大炮来打吧 把这个人或者是设备 咱们装在这个大炮里头 装在炮弹里头 然后把这个炮弹 利用大炮发射上天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了 当然我们后来知道 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因为大炮爆炸的那一瞬间呢 它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 它远远超过了人体 或者很多的机械设备 都承受比尔烈的冲击力 所以呢 这个问题直到齐尔科夫斯基 才都要解决 齐尔科夫斯基是到目前为止 人类公认的航天之父 很多很多的航天院所 都把他的一句话 刻在墙上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而人类不可能永远 生活在摇篮里 或者说 没有人会一直生活在摇篮里 人类总有一天 要冲出地球 走向太空 齐尔科夫斯基 他通过研究这个气体动力学 还有发现了这个火箭的公式 就是著名的齐尔科夫斯基公式 这个公式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要想达到 像流动那样的速度的话 我们可以需要装多少燃料 然后这个燃料呢 要以多大的速度 喷出去 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燃料燃烧 本身是一个非常暴力的过程 控制不好 就可能像望虎那样 造成悲剧 所以在齐尔科夫那个时代 他也没有办法把人送上天 但是而且他那个时代 人们都觉得 上天这个事情 是不可能的 所有关于航天的论文 都被拒稿 不能发表 齐尔科夫斯基 只好把他的想法 写成了科幻小说 他有一部著名的科幻小说 叫《在地球之外》 这一小说里头 详细地讲述了 一般科学家 怎么做火箭 然后怎么做宇宙飞船 然后乘坐着宇宙飞船 开始升向太空 探索月球 然后探索小星星 最后还便宜地 回到了地球 可以说 齐尔科夫斯基 当时提出了一个 非常非常伟大的构想 它不仅仅是 一个科幻的小说 而是一个伟大的科学构想 当然 他确实是没有能力 实践这个科学梦想 他的学生 科罗利尔夫 科罗利尔夫呢 是第一个造出了人造地球卫星 并且把人造地球卫星 成功地发射上天的 苏联科学家 在这之后 他还把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宇航员 第一个太空人 加加林 也成功地发射上了天 我们都知道 这个加加林 是人类的第一个宇航员 是人类探索太空的英雄 但是科罗利尔夫 才是这个英雄背后 真正的功臣 我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 在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以来 还取了一个非常大的进场 就像第一个登月的宇航员 阿姆斯特朗所说的一样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但是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他背后的英雄 其实是冯布劳恩 这里可以讲一下 科罗利尔夫斯 我们这个 齐奥科夫斯基的第一传地址 冯布劳恩呢 也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受了这个 齐奥科夫斯基的影响 在冯布劳恩的笔记本里头 就可以找出来 他经常写了 齐奥科夫斯 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齐奥科夫斯 这样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 在一脉传承下 人类终于完成了 从地球到登上太空的赚取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可以认为 人类登上太空 大概经历了这样 三个阶段 就是 刘顿 提出科学原理 我们需要 足够的 飞得足够快 就能够脱离地球 而齐奥科夫斯基 提出了合理的技术路线 我们要用火箭 来把人或者设备 送上太空 最后 在于我们人类历史上 也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科学家 科尔廖夫和冯布朗恩 一起完成了 把这些梦想 变成现实的 工程的实施 当人们完成这些之后 我们就发现 我们不仅要去月球 我们还应该 就像齐奥科夫斯基 指出了一样 去进一步地 去探索太空中的 其他的星球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太阳星中 我们的邻居 包括 由地球往外地 像木星 土星 还有天王星和海王星 到目前为止 我们实际上 已经做了很多的探索 这幅图比较复杂 基本上 一个圈 就对应着 一个探索计划 我们看到 我们去月球 去的次数最多的 我们还去过木星 去过天王星 去过海王星 我们回到 我们最初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要 冲出地球孤岛 我们必须让我们 飞的飞行器 飞得足够远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飞得最远的飞船 飞得最远的飞行器 是哪一个呢 它就是旅行者号 旅行者号 其实到目前为止 已经飞了四十多年了 它从1977年 发射到现在 还在继续工作 这个飞船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 这个飞行路线 旅行者号 包括两艘飞船 旅行者一号 和旅行者二号 这两艘飞船 都是1977年出发 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 就到了木星 然后又花了两年 就到了土星 从到土星开始 就开始分道扬镳 旅行者一号 开始离开了 我们这个叫黄道面 就是所有的这些行星 都绕着太阳转的平面 叫黄道面 往上飞 而旅行者二号 留在黄道面 继续又去探测了 天王星和海王星 事实上 不管是旅行者一号 还是旅行者二号 它都是轻轻地 在旁边飞掠过去 或者说它真正观测 这些行星的时间 是很短的 那它能够在离开 这行星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行星 和行星中间 有什么呢 有一个东西 我们叫太阳风 事实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太空 它并不是真真意识的真空 它还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物质 其中有一种物质 就是我们叫太阳风 初天的太阳风这个概念 可能不太好理解 我们 大家都知道 太阳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球 可以把太阳显成一锅 烧开了的水 就总有这个物质 要从这个温度很高的地方 往外冒 就像水震器 要从开水里往外冒一样 太阳风呢 就是像这种 从这个火球里头 往外冒的水震器 太阳风的范围很广 但是到目前为止 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 都已经飞出这个太阳风的边界了 这张图呢 这个右边这个黄色的部分 就是太阳风之外 我们叫恒星季风 蓝色的部分呢 是太阳风所覆盖的范围 我们说太阳圈 到目前为止 旅行者号已经飞出了太阳圈以外 可能有人就会说 刘老师你看你这个干嘛 你这个不就是太阳系吗 是吧 你直接说这个太阳系 不就挺好的吗 我告诉大家 还真不是 真不能这么说 天文学团定义的太阳系呢 是太阳引力控制的范围 这个时候 你说太阳引力 大家又觉得这个是挺晕的 直观一点说 就是绕着太阳转圈的 那都算太阳系 绕着太阳转圈的呢 除了这个我们前面讲的 八大前线以外 还有这个离太阳 大概有很远 这个有多远呢 我们通常用这个 天文单位 就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 就是一个天文单位 那离太阳 一千个天文单位以外 还有一团叫奥特星云的东西 这东西也是 太阳系的一团份 它也在绕着太阳在转圈 这一部分一直延伸到 十万个天文单位以外 旅行者号飞了四十年 到现在为止 飞了大概一百个天文单位 如果我们要飞到十万个 我们至少要四万年 即使我们考虑一下 我们人类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 技术进步 速度提高十倍 四千年 再提高十倍 四百年 四百年也受不了 我那么飞船 我肯定是希望 我在有生之年 我就看到它飞出去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个 非常悲观的结论 就是以现有的技术 我们是没有办法 飞出太阳系的 那没有办法 飞出太阳系 我们就现在 太阳系内部再找找看 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不单有这种 像旅行者号这样 就紧简单单的 飞过这些行星的飞行器 还有一些 我们可以绕着这些行星 转圈 进行深度长期的观测 这样一些计划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 加利略号 所以加利略号 其实加利略号的 整个飞船的历程 非常的 叫悲催也好 叫凄惨也好 反正就特别不顺利 本来都已经拖到发射场了 要发射了 就赶上挑战者号 航天飞机爆炸 所以八六点的时候 然后挑战者号 航天飞机爆炸 所有的航天飞机就停飞 加利略号当时的计划 是要达成另外一艘 叫做亚特兰蒂斯号的 这个航天飞机上天 航天飞机停飞 加利略号 就发射不了 然后再过了几年 这个航天飞机门发了 又赶上这个 环保主义就说 你看你这个加利略号 你身上带一个 带一个这个核弹料 而且加利略号 它的飞行轨道 它不一样 加利略号它是要 先发射出去 经过金星 然后再回来 绕太阳一圈之后 然后再回来 再经过地球 这样两次经过地球呢 它都可以地球 把它带着往前飞一下 这样它才能够 获得足够的速度 去目星 环保主义一看 这都危险了 你看你上天之后 你还要回到地球 你看你们这个 挑战者号的报道 你们要弄不好 回头这个 控制不好 回头这个 加利略号才撞到地球 然后在河南 再扩散到这个 全球多次 这怎么办 这个情况 可能比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满市里的 疫情都还糟糕 这个河南 可是有剧毒的 所以 环保主义就反对 当然后来 这个事件被 平息下去了 科学家还是有 足够的担担了 就是我们在设计 个项目的时候 一定要 就是不能够 保证它百分之百成功 但是我们尽最大可能 如果真的是 有非常大的危险的话 科学家肯定是 宁可不做的 而这个事情是可控的 因为我们把河南 河南要层层包裹住 就算是它撞到地球上 那最终的结果 也是它炸了 但是这个 河南要还是安全的 不会突然间泄露 后来这个 加力量还碰到一些 其他的事情 虽然这个 整个过程 非常艰苦 但是 加力量还是成功的 给它木星 不仅对木星 还对木星的这些卫星 都进行了 很好的探索 比方说 木尔一 木尔二 木尔三 木尔四 加力量很详细地研究了 木尔一山的火山 火山 火山其实是生命的希望 我觉得 就没准意识来讲 它是个能量的来源 如果 因为在木星那个地方 太阳光已经非常弱了 所以加力量还要带个 河南料 去给自己供电 或者说 那个地方太阳光的能源 肯定是不足以支持生命的活动 那如果有其他来源 就有可能有生命的存在 火山说明 在这个区域 还有可能 有其他来源 第二个 火山其实 说明这个东西还在变化 这个星球还在演化的过程中 而我们都知道 地球上的生命 也是演化出来的 地球也不是 从它诞生开始的时候 它就适应生命生存 地球上的生命 或者说整个生命的这个产生 到最后形成 今天这个智慧的生物 人类的存在 都是演化的结果 而火山的存在说明 还有的星球在演化 有了能源 有了演化 我们发现 还有另外一个 生命非常关键的因素 就是水 加利利浩在 约罗巴 就是陆星的第二颗温星上 叫穆尔 找到了水的财源 我们看到这个穆尔 就像一个鸡蛋一样 它表面有成壳 这个是一个冰的壳 因为那个地方温度很低 但是在这个冰的下面 就像南极一样 上面是冰山 在冰的下面 有着很大一片地下的湖泊 所以在穆尔尔上 有水 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所以客人家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也就是在旁边 飞了一下 也没有下去看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把穆尔尔 跟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土位漆 一个是月球 比较下去会发现 穆尔尔的表面非常光滑 就像一个鸡蛋壳一样的 而土位漆和月球上 非常的悲催 因为他们上面保留了 他们这亿万年来 被小行星撞击的 大大小小的伤痕 那小行星就这么偏爱 土位漆和月球 就不去撞那个一奥 不是的 一奥也肯定也被撞击过 它的表面之所以光滑了 是因为 它的底下是流动的 因为下面有流动的月体 所以一旦撞到一个坑之后 它一流动 最后这坑就变没了 就像我们 潭过一滩水 然后 你过去之后 这个水面又恢复了平坚一样 而 这样 大大小小的撞击坑 就不见了 而这个大大小小的撞击坑 说明这些行星 这些小行星的造反 各个地方的天体 还是非常非常频繁的 如果我们来看这张图 就会发现 在火星和木星之间 有一个巨大的小行星带 在里面呢 分布着大大小小的 许许多多颗小的天体 这些小天体呢 从一个残时间的尺度来看 它们事实上是担负了地球 或者说在这个太细的范围内 物质交换的一个媒介 保不齐哪一天 就是有那么小行星 带着生命的种子 来到了地球 地球上才有生命 开始繁衍 也说不定 哪一天因为小行星的撞击 有一块小小的地球的陨石 也带着生命的种子 来到了太空中 经过长期的演化 也许它是存在太阳系中的 某一个角落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论 大家可能看到我前面 飞起来那么多 得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 因为我最后还要说 两百年以后 我就要飞出太阳系 大家可能觉得很惊讶 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科学家在利用现有的技术上 在利用现有的技术 推断未来的时候 往往是非常保守 往往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境地 就好像奇奥科夫斯基 在推断人类什么时候 能够飞上太空一样 他的预言 他在二十世纪初 这是预言 人类在二十一世纪 才能够开始探测宇宙 开始探测太空 但事实上 在奇奥科夫斯基 发表那个 他是一九一七年 发表的那篇小说 在地球之外 在他之后 一九五七年 只过了四十年 第一颗人造地球 微信就上天了 人类就进入了太空时代 所以我这里 想这样做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也不能排除 就在两百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能够造出 太阳系的飞船 我们既希望于 继续有进步 甚至是一些 原理性的进步 另一方面 我觉得在云人的生命 是必定存在的 如果我们能够飞出太阳系 我们心许就能够找到生命 并且能够发现一个 能够让地球生命 也能够去繁衍 去生活的乐土 谢谢大家